空军台东制航基地今天为殉职中尉飞官罗尚化举办告别式 由同袍及家属亲友送他最后一程 总统蔡英文亲自到场颁包扬令并追进少校军阶 同僚也开四架战机飞越上空特地为他送行 罗尚化怀孕两个月的妻子 凌晨也透过Instagram发文追到先生你是最棒的 字字句句看了令人鼻酸 中尉飞官罗尚化3月22号不幸撞击最海殉职 上午举办公计总统蔡英文亲自到场颁发包扬令 最近她少校军节颁受忠有殉章 会场气氛树木哀期罗尚化的妻子停着运渡坐在台下 看了令人不舍而告别式上亲友也意外发现 棚架上头飞来三只白鸽 大声信一定是罗尚化回来看看大家了 10点40分灵鹫起零 台中之航基地的同事们驾驶四架战机飞越上空 也特地来为罗尚化送行 罗尚化的妻子在事发后手写卡片给先生 写下这辈子太短我们下辈子再续 昨晚妻子的IG再度发文 最亲爱的老公今天是最后一天 别害怕我会一直陪着你 你是最棒的我知道你会在我身边 这份爱延续着不会停止 字句句看得令人心疼不舍 今天是莱猪开放进口的第一百天 根据卫福部公布的猪肉仪表版 从元旦开始截至目前为止 并没有输入任何含有莱季的美猪 驻美代表萧美琴也隔海市井 一旦反莱猪公投通过 恐怕会对台美贸易带来不确定的因素 金律部长王美花也认为 台湾要融入国际社会 就要稳定台美关系 但是国民党却大为不满 呼吁民进党不要再放假消息 来影响公投的结果 莱猪开放进口满百天 看看卫福部的猪肉仪表版 从元旦截至8号为止 没有输入任何含有莱季的美猪 进口猪肉也都没有剪出莱季 只是现在传出蠢蠢欲动的 反莱猪公投 牵动着台美关系的敏感神经 驻美代表萧美琴日前指出 有向美方表达 台湾确实有民众 对莱猪的安全性抱有疑虑 要是公投顺利通过 恐怕对台美贸易进展 带来不确定因素 强调维系台美关系 一切按照国际标准走 事实上美方三月初就公布报告 指出美国严正关切 台湾对美猪美牛限制进口 将要求台湾移除限制 如今萧美琴又隔海示警 难道是美方对台施压吗 我相信美国的政府 绝对没有这样子的意思 我们也呼吁民进党 千万不要放这种假消息 任何一个国家 如果有在进行 所谓公投议题的时候 原本就会受到瞩目 但是也不会因为公投议题 而会造成所谓国家的一个影响 莱猪议题 人们逐渐平息 现在又因为美方关切 浮上台面 这凌晨又肖瑞生 台北报道